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次我是许杉 另外是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看到有媒体报道了一宗新闻 我觉得挺过瘾的 可以和大家一起谈谈 话说这些移民港人原来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就是会回流回来香港看一些重症 就说你们例如生疾病等回来香港 令到公营医疗的负担很大 当然不仅人手 金钱方面都会造成很大的重担 因为有九成方面都是由政府方面补贴的 在想一件事 是否要做好一些识别 就不要被他们滥用 我听到有点严重 他们真是有香港身份证的 这个是怎样识别 你怎样界定一个人 是离开了不再去香港的公民 凡是香港公民就有权有资格地享用这些福利 有些人可能就在外国长期工作 到他们真的出现一些身体上的毛病 他们回来看医生 我又不觉得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你要这样识别的话 很难去界定那个人是否长期在海外工作之余 和他对香港是毫无贡献呢 因为香港也没有限制双重国籍 你怎样去划定他一个真真正正的 如果问什么外国人 那些 不能这样去区分他的身份 因为没有双重国籍 他总之拿着香港身份证 他回到香港就要了 你说他去了外国工作也好 陪小孩读书也好 总之他有什么头云生气 真的不舒服的话 都可以回来香港接受这些资料 老实说我自己在台湾 也见过一些移民的港人 真的有这样的需要 你说不是什么 又说台湾有什么健保 我说是有那个健保 例如不同的癌症等等 分门别类 你上网按按按按 都可以预约了门疹 预约完门疹之后 接着就会再安排你入院也好 怎样治疗也好 怎样也好 这个你说很快搞定 起码都安排了 那为什么要爬回来香港 再去接受治疗 就是小样东西 就叫做家人的照顾 这个是的 家人照顾 对一个病人来说 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元素 如果一个人孤零零 没有人照顾的 很多时候都是事倍功半 有人照顾的话 那位病人都安心点 可以静心地养病 但不是的 有些人就没有什么人帮忙 就经常都心惯惯 例如工作或者其他各项事务 但自己又有重病 反而就没有那么快痊癒 你也不能叫安心 接受手术或者治疗等等 例如萧若鱼 只有她老婆 即是萧太太 虽然被她年轻一截 接着只剩下她自己 进了医院 要通过孩子 可能她的子女 可能飞过来看看 也可能还可以 或者家人飞过来看看 也还可以 但也不能留得太久 万一自己有什么 都缺乏人去照顾 萧太太为例 如果她走走走走走走 也是辛苦 例如萧接受治疗医院 这么大 只是由手术的位置 走到餐厅吃饭 走都走到脚软 很惨的 这样的时间 你算下来 又没有什么人照顾 例如萧 买个朗口钟 买牙刷 买成人资料片 买什么也好 这样的话 也有时间搞 一年多的人走走走走走 是麻烦的 而且语言方面 始终不是自己的地头虫 还是难搞的 台湾也算是好一点 用中文 现在看到说法 例如有些英国 加拿大 他们找家庭医生 即GP 再转介给专科去治疗 因为有些癌症 真的等到瘋 再加上 刚才也提到 希望有家人的照应 而且香港在 例如鼻咽癌 肝癌 膽管癌 等等 都是世界上的前列 所以外国医生 不如这样吧 你又等不到 还是怎样 回香港 回香港搞 还是怎样 所以如果早的时段 还能搭到飞机 快速飞回香港 起码熟路 溝通上 都可以百分百 大家可以说得到 我也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 有没有搞错 移民的话 那就不要回来 不喜欢香港 要回来治病 我们记住的事情 千万不要被那群 憎恨香港 或者快点离开香港的人 看着香港怎么死 而英港人 令我们蒙蔽了 一触膏打一船人 记住 当然不单止英国 还有加拿大 或者澳洲 不要看着那些离散港人 就影响了我们的情绪 那部分 所谓的离散港人 是很恨香港的 但到他们真的出事的时候 又是死死地气回香港 那些人也很恨死 那些人也是 他们有时候大赞 英国的医疗 怎么怎么怎么 再踩回香港 好像这样 我那个很恨香港 然后在英国生了B 那个英港人朋友 不知多开心 不知为什么 儿子是不是在英国出生 一出生 吃奶就吃得多了很多 这么聪明 那就好 吃得多 跟英国有什么关系 其实没有关系 他某程度上 觉得是不是英国 医院 或者医疗方面 做得好 所以他的儿子 深广看本 吸奶也吸得快些 不过就是医院提供的奶 妈妈暂时未出生 我都在想 你说到英国这么好 那为什么你出不了人奶 这个可能是英国的问题 是香港的问题 因为他在香港长大 搞到他长大了 没有奶 是不是这样 你都移应了少少时间了 是不是应该要通过那些乳线 还是怎样 这是一件事 现在计算一下 还有很多香港人 还未换新智能身份证 计算一下 如果这些人 遲些会不会再回来香港 顺便会医病 还是怎样 会不会潜在回来香港 要接受治疗的人口 就相当惊人 还是怎样 大家例事说一句 我回来香港好几次 我还未换到智能身份证 第一 安排的时间还未成功 上网按就行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 上网按 原来一按 要等四个多字 才能进入画面 这样吗 我又不是 我也叫做快 我已经换了 再加上 不过 换的过程是很长时间 尤其是我们去到办公室 轮丑排队 我搞了四个小时前后 神经病 饭也不用吃 不过我就不明白 为何要这么长时间 但可能是因为太多人要处理 所以才搞成这样 但是 最后也是每个人都需要换的 我认为有 我也要换 我身份证是裂开了 是吗 哇 这么夸张 那些人叫我试试那部机 是不行的 但那时候有脑点 还是怎样 其实不单止 什么加拿大 什么欧美 甚至乎 有什么泰国 印尼 那些港人 都会回到香港 去接受治疗 有些人会 有什么泰国的医疗系统 还是怎样 哎呀 始终治疗的方向 或者整体的后期等等 那间医院可能更好 但是 语言 和手法方面 可能香港的朋友 未必能接受到 所以也是回到香港 再去跟进 稳妥一点 对 信心问题 没错 但是始终 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如果在沟通上 没有什么信心 的话 很自然做什么都没有信心 再加上 医大病 涉及自己的命 当然会很自然去一个 自己觉得最稳定的地方 医病 所以 较早前 我看看萧若元 说他自己如何通波仔 但是在治療行间 我发现他其实也是很想回香港 他其实是很想回香港 只不过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他自己觉得回香港 会被捕 再加上他过往在网上 说过一些 挺过分的说话 所以他死都不肯回香港 对不对 据说 他不是政治问题 老实 政治问题 应该 他早就去到香港那几档 人民超市 那些什么 年糕 萝卜糕 又有什么盆菜 买的那些 整个759 那些款的地方 而且 阿萧 有在他节目介绍这些产品 就是告诉你 叫你去香港买 如果这样的话 早就拉人封艇 那你这档 人民超市的资金 是不是支持反中乱港的萧若元 继续在香港以外的地区 做这些行为 你们的资金在买东西 也有问题 有没有封到 好像之前的懲罰MEE 所以有些人就说 阿萧是害怕追债 追债 追债 对啊 你个儿子 破产人的钱 欠我们很多 怎么办 到时候不是林鸿友 临到他儿子的车 临到阿萧 至宰富 对啊 怎样呢 逼着父亲 但希望儿子还钱 就是你父亲在我手上 那些 所以阿萧不敢回流医病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不要只看外面医疗 会比香港好 是坏的 那些人营造了一种气氛 再加上之前的电子消费券 有些儿子是怡英港人 还要回来香港拿卖 所以现在是抵抵一些 拉上补一下 你缝了那块钱 那便变成 他回来香港这一转的旅费 便少了很多 有些人的股票就是这样计算的 这样计算 回来就大刺刺 咋咋咋咋咋咋 你还记住 你回来 吃着香港的电子消费券 就不断在这里闹香港 你看到 哎呀 不夠英國好啊 銀行啊 排隊排到狗 你看到車子多大 不好不好啊 哎呀 看你們輪界正輪到 哎呀 又說不好啊 還是怎樣啊 說到這又不好 那又不好的話 就會營造市民一種氣氛 一種感受 你們移民的 這麼不喜歡香港 就不要回來治病 記住 現在說的都是比較離開了香港很久 可能幾十年 是的 不過也有一個趨勢 有些四五十歲的壯年 都會回來香港去治病 還是怎樣 不過再加上有些老人家去到內地方面 可能又在內地接受醫療一件事 可能也想回來香港 多一些親朋戚友 可以幫忙 開心一點的 萬一大家例事有些什麼都想自己的事都放回香港 笨兒B仔也有見過類似的問題 就算是移民 我也有的 即是想回來香港搞什麼這些事 始終可能是中國人的傳統 諾葉歸根 那些移英港人就說 不是 我們已經掘起了我們的根 移到英國 還是怎樣 這是他們的事 這是他們的事 始終不能因為他們 連其他一般正常的香港朋友 想回來香港 到最後 或者帶他們的財產回來也可以 分給還是香港的家人 還是怎樣 亦都有這些情況 但千萬不要因為這樣 仇恨他們 所以這些議員就拿了消費券來做例子 我覺得有一點就叫做比喻不倫 我覺得這樣說是很奇怪的 因為醫療服務就不是消費券來的 消費券是給你拿去消費 但醫療服務是所有合資格的香港公民都可以享用的 如果要將醫療服務變成消費券化的話 這樣就造成很多問題 首先你如何分辨這個人 移民到外國 然後又不讓他享用醫療服務單同事 他又是香港居民 造成很多法律上的衝突 所以我覺得這個提議是搞笑的 你說什麼濫不濫用呢 大家例如說一句 哪裏人可以叫濫用得到 你沒理由沒有癌症 到班來就說我有癌症 不是這樣算的 好了 我們這次暫時討論到這裡 大家怎麼看不妨一起留言說一下 記得千萬不要被仇恨的老火遮眼遮到 連其他香港朋友也攬炒 多謝大家 拜拜